周六,晚上七点十分,赵颖又去找了吕传国,吕传国出乎预料,痛快地答应了让刘峰参加婚礼。 举行婚礼的最后一个障碍就被去除了。 经历了刘峰被抓的波折之后,婚礼在赵颖的坚持下,在原定的日期和地点举行。 郭峰还坐在轮椅上,只能和父母在大堂里面迎接宾客。 因此,赵颖穿着白色的婚纱,独自站在门口等待着宾客。 和林是赵颖的伴娘,站在她的身边。 郭峰不能动她,和和林来回跑着将宾客迎进餐厅的大堂。 第一批进来的是郭峰家里的亲戚。 七大姑八大姨呼啦啦地来了几十位,他们几乎同时听到刘峰被抓和国峰结婚的消息,不知道是该恭喜还是问候,面无表情地向赵颖点点头,被和林引入了大堂。 赵颖一直认为,婚礼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,也是一辈子最值得回忆的一天。 她曾经高兴地幻想过这一天的样子,但是眼前的情景和幻想得差远了。 赵颖已经抛弃了以前的幻想,她自己力量有限,不能改变什么。 但是她不希望婚礼办得冷冷清清,毕竟一生中只有这么一次。 和林回到门口,站在赵颖的身边,心急如焚。 这么大的礼堂里只有四五桌客人,婚礼怎么办下去啊? 其他的人不来也就算了,航空公司的朋友们怎么还没有到呢? 和林走到旁边,给赵颖的小徒弟打电话。 她自己在张罗赵颖婚礼上的事情,那边的事情都委托小徒弟安排了。 喂? 哎,你们到哪儿了? 赵颖徒弟委屈的声音传来了。 我都通知了,等了好久,可是也没人来,我,我这就过去啊。 和林挂了电话,心情郁闷地走回来。 赵颖侧声问她。 和林,他们什么时候到呀? 和林犹豫着是否告诉赵颖实际情况,转念一想,这根本掩盖不住。 哎呀,赵颖,别等了,他们,他们都来不了。 赵颖听了一浪,心里觉得极度失望。 她现在唯一的想法,就是高高兴兴,热热闹闹地把婚礼办完。 可今天,注定是一个冷冷清清的婚礼了。 看来,这个愿望实现不了了。 和林的话音刚落,一辆大客车就停在了面前。 赵颖的小徒弟从车上跳了下来,扑到赵颖身边,拉着她上下打量,笑着说,"哟,好漂亮的新娘子啊!" 跟在她后边的航空公司的同事们,一个接一个地从车上下来,赵颖被围在中间。 空中小姐们叽叽喳喳地和赵颖聊着。 和林在旁边数了数,当最后一个人从车上下来的时候,一共有六十多个人。 和林钻到人群之中,揪出赵颖的小徒弟大声地数落,"好啊,你敢欺骗我啊,你不是说没有人来吗?" 嘿嘿,我们不是想让赵颖惊喜一下吗? 听说婚礼的消息,姐妹们都争争要来,还问我有没有请柬呢? 哦,我就自作主张同意了,哎呀,我们那些男同事早就被赵颖虎视眈眈的,现在知道她要结婚,都痛不欲生,也让我一车都给拉来了。 和林看见门口被挤得水泄不通,赶紧招呼大家进入礼堂。 这些年轻人说说笑笑地进来之后,气氛一下子开始热闹起来。 接着陆续进来的是国锋的同学,有小学的、中学的和大学的,和林在一边认真地数着,正数到三十五的时候,又来了两辆大客车。 首先跳下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,赵颖赶忙上前询问,"啊,请问您是…… 啊,我妈都是国锋的同事,我姓李,哎,你就是赵颖吧,啊。 这个人反问着,看到赵颖点头,就笑着说,"国锋这小子有眼光,哎,国锋在哪儿呢,怎么也不出来接我们啊,哎,我们这辆车可就一百多人啊,一会儿挨个儿给我们是敬宴倒酒,啊。 啊,您一定是……李主任吧,哎,国锋他身体不方便,他在里面等您呢。 李主任看了一眼赵颖的表情,疑惑地跟着和林走进餐厅,穿过人群,看见国锋坐在轮椅上,脸上有一点划痕,他马上问,"哟,国锋,你小子怎么了这是,哪摔的,都要结婚的人了,怎么还那么毛草啊?" 国锋含糊地回答着,"哦,李主任,已经没事了。 他已经和赵颖商量好,不要把不好的消息告诉参加婚礼的任何人。 他看见这么多同事就问,"哥,可是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?" ,"哼,来了这么多人,你小子人缘好呗,所以大伙都来了。 这个啊,不是主要的,听说今天来了不少空中小姐,这么单身的小伙子,都来喽。 李主任接着俯下身,在国锋的耳边轻轻地说,"哎,眼光不错啊,你那媳妇啊,都把那些光棍儿们给晕倒了。 哈哈哈哈哈哈。 国锋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,看见李主任正要离开,把他一把抓住,让他坐在自己身边的主桌上。 这张桌子上,已经坐坐了新人的四位老人。 和林看看热闹起来的大唐,回到门口,拉着赵颖的衣角说,"哎,哎,时间到了,咱们回去吧,你看,都坐满了。 和林却发现身体僵硬,眼睛看着马路对面。 一辆出租车缓缓驶来停在路边,车窗被慢慢摇摇下。 方威的面孔从里面渐渐露了出来。 赵颖的心控制不住地快速跳起来,她一直处在感情和理智的矛盾之中。 理智告诉她,应该的国风和她在一起的日子注定是安静和平淡的。 赵颖的家里就是这样,因此她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。 但是遇到方威之后,赵颖却感到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激情。 她试图控制感情的发展速度,但却无济于事。 飞机上的相识,那个小孩子在自己生日那天在飞机上献花。 方威拥抱着自己从水上冲下的情景,这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。 赵颖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,而被感情所驱动。 她越来越处在失控的边缘,不得不硬生生地踩住刹车,停止与方威的交往。 在接受国风的订婚戒指之后,赵颖彻底斩断了和方威的联系。 原因并不是赵颖不想,而是她不敢。 她不敢看见方威。 她知道和方威在一起,自己将会丧失全部抵抗的能力,很快就会被方威征服。 更可怕的是,赵颖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中竟然渴望这样的经历,这种毫无顾忌的疯狂。 但是,她是国风怎么办呢? 赵颖看着方威不知所措,知道方威就要下车冲出来,一把把自己拉走。 这时候,应该怎么办呢? 虽然和国风领了结婚证,但是方威不是宣告自己生了三个小孩也不会放弃吗? 而且,自己还没有和国风入洞房,方威肯定不会介意这一点的。 赵颖的心中乱到了极点,因为她知道自己的抵抗已经到了极限,难以拒绝方威的冲击把她带走。 赵颖的感情和欲望不会被压抑和控制,而会被彻底的释放。 她全身僵硬,不敢动态,竟害怕又期望方威到来的冲击。 方威得知赵颖结婚的消息,心里只有一个想法。 哼,反正结婚那天啊,我冲进去,拉着赵颖就跑,不管怎么做有什么后果。 至少,这是我方威唯一的机会了。 方威此时内心处在挣扎之中。 出租车已经停了很久,司机不停地通过反光镜,奇怪地看着后座上的小伙子。 不知道她让出租车在这里打着计较器,究竟在等待什么。 之前,方威一直远远地望着穿着婚纱的赵颖。 后来她鼓起勇气让司机向前开,停在赵颖对面的马路上。 她摇下窗户,可以更加清楚地看见赵颖。 赵颖肯定也看见了她。 方威命令自己,马上跳下车去,把赵颖从这场婚礼中拉出来。 但是,看着赵颖的目光,方威却是勇气。 方威想起,在国风从天而降的刹那,赵颖向下倒去。 方威伸手去扶她,她却用尽全力把她推开。 方威在赵颖的目光当中,看到了无尽的愤怒。 她想起了自己对赵颖的欺骗。 尽管这样做的动机无可指责,却使得方威始终处在自责之中。 使她不能够鼓足勇气从出租车里面出去,面对赵颖。 方威对司机说:"师父,走吧。 司机奇怪地看着这个乘客。 啊,行。 不是,那您去哪儿啊? 哎,从哪儿来,就回哪儿去,走吧。 方威失去了勇气,追星的痛苦随之串心而入。 她一直期待着体验失败的感觉。 现在,失败终于来了,来得那么痛苦,而且彻底摧毁了她曾经拥有的一切自信和勇气。 方威输了,却没有像士兵那样战死沙场,而是失去了作战的勇气,成了一个逃兵。 方威向司机摆了摆手,她逃离了赵颖的目光。 以前的国风家世背景都出类拔萃。 可是现在,她只是一个可怜的,坐着轮椅的,没有任何特权和财富的普通人。 赵颖却把一生的幸福交给了她。 方威内疚地最后看了一眼赵颖,觉得是自己一手将她推向了这个悬崖。 这些输赢游戏,有什么意义呢? 以前的销售生涯,又是多么的无聊啊。 即便我方威赢了所有的订单,可我却失去了最心爱的赵颖。 那些输赢,又有什么意义呢? 赵颖看着方威,赵颖已经给自己找到了很多理由去原谅方威的欺骗。 刘峰的禁欲,是她自作自受,与方威没有任何关系。 方威也是因为深爱她赵颖,才不得不用这样的方法阻止自己结婚和出国。 所以,当赵颖看到方威在出租车里出现的时候,已经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拒绝她的这一次冲击。 赵颖开始等待待,甚至即刻地到来。 可是方威却没有下来。 出租车的窗户缓慢地关上了,她竟然就这样走了。 赵颖僵立在门口,心中的激情被突然抽空了,热血沸腾之间急剧冷却下来。 她……她怎么能就这样转身离开呢? 出租车越走越远,赵颖才发现这是真的。 何灵回到赵颖的身边,可赵颖却听不到何灵说了些什么。 赵颖突然看见,从方威消失的方向跑来一个七八岁的男孩,手里抱着一束鲜花。 赵颖的心里马上产生了一丝希望。 啊……鲜花里,是不是藏着方威的纸条呢? 也许……有指引自己逃跑的路线。 这个小男孩儿呼吱呼吱地跑到赵颖面前递过鲜花。 赵颖马上手忙脚乱地扯开包装,在鲜花里搜寻方威的信息。 果然,她看到一张卡片,上面只有五个字。 爱在你走后…… 赵颖琢磨着纸条的含义。 她还是爱我的。 那,她为什么不冲回来呢? 难道她放弃了吗? 赵颖看着远方,直到被何灵拉回到婚礼大厅。 婚礼在她没有加入的情况下已经开动了起来。 大家轮流到主桌向几位老人敬酒。 赵颖的出现把气氛推向了高潮。 大家看到国锋的身体不方便,因此自其赵颖喊着…… 敬酒! 敬酒! 新娘! 新娘! 敬酒! 赵颖被带到了休息间,换上一套火红的旗袍重新走了出来。 大家看到赵颖从纯洁的白色变成了热情的红色,掌声更加热烈了。 赵颖看着这么热烈的场面,心里却沉浸在方薇转身离开的瞬间。 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怎么折腾自己,也没有想过能否应付。 国锋看着赵颖从洁白的婚纱改成了红色的旗袍,觉得既熟悉又陌生。 现在的赵颖就像是怒放的牡丹,高贵难以接近,不像平常那样淡雅和亲切。 国锋看着赵颖独立无援,大声地说:"赵颖,来,我陪你。 国锋坐在轮椅上,和赵颖来到每一桌。 他的亲戚大都知道他家里的事情,因此比较拘束。 只有几个小孩子拉着赵颖,又喊又闹,十分兴奋。 他们来到国锋的朋友们的桌前,气氛一下子热闹了很多。 在李主人的带领下,先让赵颖给每个人敬酒,然后他们开始变着法地折腾这对新人。 一个小伙子拿出了一串气球,要求国锋和赵颖每次用身体不同的部位把气球挤爆。 他们俩首先选择用肩膀,然后用后背,用胳膊,很快就用完了好做的部位。 可是气球还有好几个,赵颖不好意思地看着国锋,因为他能想到的只有胸部了。 大家兴奋了起起来,大声叫喊时,国锋自告奋勇示意赵颖过来。 两个人用胸部夹着气球,用力压去。 气球被挤成了薄柄的形状,可是仍然没有爆点。 李主人满脸坏笑,因为他已经偷偷地把气球的气腐。 国锋在轮轮椅上使不出力气,赵颖咬着牙拼尽全身的力气向前冲去。 气球终于在压力下,砰地化成了碎片。 赵颖再也控制不住全身的力量,冲到了国锋的怀里。 大家看到这个景象,乐得东倒西歪。 小伙子们开始上来劝酒,赵颖已经喝得脸色泛红。 这对新人最后来到赵颖同事的地盘,国锋的一些朋友跟着他们过来一起起哄。 不知道哪位空中小姐买了喷射枪,五颜六色的李花在两位新人头顶倾泻着。 国锋担心赵颖不生酒力,经常从赵颖的嘴边抢下酒杯一饮而尽。 当他们回到主桌的时候,国锋已经被灌得满脸通红了。 刘锋看着尔心里百感焦急。 自从被双规以来,我刘锋的政治生涯就算彻底毁灭了。 可是,不还有比我更坏更腐败的官员吗? 刘锋刚对双规的时候拼命抵赖。 当审查人员出示证据的时候,他的心里却在说。 哼,你们说我有问题,可是你们谁是干净的? 今年极大银行注销了数以万一击的坏账。 这些钱还不都是被官员们腐败了糟蹋了? 可是,有几个官员被抓了。 啊? 进行从业上来干。 我刘锋的遭遇是不公平的。 不行,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。 不过我,如果继续下去的话,唉,也许是家毁人亡啊。 刘锋的生命一寄托的,就是他的家。 赵颖的母亲看着女儿,心里觉得不好受。 本来国佛峰是个打着灯笼都难找到的好女婿。 可是在一夜,怎么就变成了眼前的样子? 不仅大肚大腿骨折,而且家境突然败落。 他不理解,女儿为什么一定要坚持? 除了头脑发热,没有其他的理由可以解释。 他让老伴去劝赵颖。 但是一向反对婚事的老伴,却纹丝不动。 他看着如同鲜花一样的女儿,就要出嫁,心里叫一样。 当赵颖银化了一身心爱的时候,酒宴进入到了新的阶段。 大家高喊着两个人的名字。 这是婚礼中通常少不了的阶段,就是介绍两个人的恋爱经过。 郭峰拿起了话筒,脸色通红地向大家介绍他认识赵颖时刹那的经验,然后怎么死心塌地地爱上赵颖。 他与其一沉,谈到了最近的事情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,可能还有人不知道我家里最近发生的事情。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我自己也觉得前途毫无希望,尤其是我对赵颖还产生了误解。 我更觉得自己的一生已经被完全催泪。 我想不开,做了一次错误的选择。 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,我发现赵颖在病床边,静静地扶扶在我身边,睡着了。 那个时候,我留过风风行径下来,我发现,活着,是那么的美还好。 以前,我曾经拥有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梦想一切的物质和条件,但是,我已经习惯了。 现在,我失去了这一切,可是,我却一点也不后悔,也不绝望。 因为,我即将和赵颖生活在一起。 即使我们住最小的房间,吃最简单的饭菜,每天一起挤公公汽车,我也觉得我是最幸福的。 即使,我现在失去了一切曾经拥有的物质条件,但是今天,是我刘国风一辈子最幸福的一天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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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